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北京允许香港举行真正的民主普选特区行政长官 在另一方面 香港政府和北京都已经做出了强硬的反应 称战中是非法行为 警方会果断的依法处理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星期天凌晨宣布 提早启动占领中环的行动 战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在天美道学生示威集会地点宣布 战中行动由占领政府总部正式展开 他说 他们的诉求包括要求北京撤回全国人大 最近有关香港普选的决定 重启香港政治改革等 他表示 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 战中行动将会升级 在香港政府总部外 警方已经封锁了占领中环抗议示威现场 此外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刘慧清 张操雄 以及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等试图将被警方扣住的影响 带进抗议现场 而被警方带走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说 作为香港公民 他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 因为唯有抗争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没有权利 要么做懦夫 要么做自由社会的公民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 我们的信息是香港人热爱民主 坚信民主有益于香港 当然也有益于中国 他们准备为了自己 为了后代而牺牲一些舒适和安逸 甚至自由 中国人大上个月底决定 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 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 而不允许公民提名 这一决定公布后引起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很多香港人的强烈不满 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普选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天下午举行记者会 表示站中是违法运动 警方将依法处理 此外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星期天也发表谈话说 占领中环是非法集会 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制 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跟踪叙利亚局势的组织叙利亚人权料望台说 在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的持续进攻过程中 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天凌晨空袭了叙利亚的炼油厂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料望台未经证实的报道说 这一次攻击行动击中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三处临时炼油设施 美国军方稍早说 联军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城镇科班尼 该城镇已经被极端分子围困了将近两个星期 下面是日本的消息 日本警方说他们在星期六爆发的玉岳山火山顶 找到了30多具尸体 警方星期天的报告说 他们发现这些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在日本最后证实死亡通常都是要通过医生鉴定 日本星期天出动了警察和军队在玉岳山寻找幸存者 有关官员说很可能还有其他登山者严重受伤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EOA卫视的全球要闻 美国之音VEOA卫视的全球要闻 抗议人数超出预期 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 情势一触即发 习近平接见台湾统派团体 重申一国两制 台湾朝野一致表示无法接受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9月28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心香港情势的最新发展 除了美国之音驻香港和北京记者的现场临线报道之外 也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香港问题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进行讨论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益 博益你好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益 和邦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我们就赶快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 那么李先生先前也参加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来参讨香港的这个整个情势 那么在香港今天凌晨宣布提前占中之后呢 整个香港可以说非常的风云景气 我们再度的请到的李华秋先生到台北演播室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现实的现在的这个香港情势 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继续请动您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社会系的副教授孔高峰教授 孔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香港情势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我们知道香港局势今天发展可以说是出乎各界的预料 在华盛顿现场是我们的恐告风教授 我们稍后也会跟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来进行年线 不过首先要请教您的是 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多来香港人民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出来上街游行 但是却换来这个一国两制的白皮书跟一个鸟笼式的特首普选的方案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 您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惊讶 那个香港政府可以用那么那么狠的方法来处理和平的行为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那个从占领中环到民主派的抗议 到学生的抗议其实都是很和平的 所以他现在用发放催泪弹弹 用那个暴力的方法来对付 这是和平的行为 我觉得是很令人愤怒 可以这样说 那么看到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 事实上是准备预计在10月1号才要展开的 现在我们就看到礼拜天的这个凌晨 午夜过后呢 三位发起人就宣布了这个战中运动马上的启动了 您说这个提前启动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学生带领的现在 因为本来他们是慢慢一步一步很有纪律 很有那个在他们完全控制的底下那个从在10月1号发起战中 但是学生有一个礼拜呢那个星期的八课 八课的时候那个社会的反应很热烈很支持 感觉那个八课的最后一天 学生也跑了去那个政府总部门口 本来有个广场是开放给公众的 但是后来 香港政府就很怕很多人去西威就把它封起来 所以学生就把它重新占领起来 感觉就引起很多那个市民跟其他学生去支持 所以一个战中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刻已经展开了 所以正式的战中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势 我觉得他们也那个一定要汇合在这个已经自己发生的战中行动里边 你说这个战中已经是呼应这个香港学生们这个行动了 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香港的这一次的行动呢 可以看到了台湾太阳花运动那个领子 那我就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了 台湾各界今天也是非常关注在香港的一个最新情况的发展 究竟各界的反应如何 还有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 看到了三月份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一个影子呢 李华球老师 是的 我非常意外看到香港在街头上这么多人 香港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 这个吹热弹打到了 没有打到人的这个身上 并不是带来很大伤害 可是我认为伤到这些香港人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严重 没有打到身上感觉到会不会很痛 我们不清楚 但伤到他的心 那内心的深处 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站中的这个行动 本来是在十月一号要来发起 那么为什么会提早我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第一个 因为呢 罢课的这个学生 从二十二号开始一直酝酿到今天 已经有连续七天 那么这一股声势这个热量 如果延续到十月一号以后 也许呢这个力会慢慢地递减 所以我认为他们判断不如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力量 在提早时间里面来占领这样的一个行动 让这个政府或者是中共来措手不及 第二个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习近平呢 周五的那个谈话 邀请台湾统派人士的这个谈话 一直不断地强调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那么想起来的话 这个一国两制 一国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制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和平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样一个好的制度 让香港人拥有他真普选这样的一个期待 目前呢 从这一次的这个政改的这一法的修理 修订之后公布之后 香港人看不到对民主的那个期待 因此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 可能猝使戴奥廷 但这些人提早发动这样的一个行动 让政府或者让中共更有更高的这样一个警觉心 或者是去push他们 让他们看到人民真正的声音 虽然今天看起来媒体说是八九万人的这样一个声音 可是我觉得那个震撼弹打下去的那个伤到的心 不会是这一个群众而已 可能是许多的这个香港人民 乃至于全世界关注香港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社会 社会的这个整个态度的这个发生 可能会影响到国际人士 对中共或者是对香港政府 这一种采取比较极端的这个措施呢 我认为未来的这个 对香港或对中共的这个态度 可能会有所改变 或者有做不同形式的一个思考 好的 感谢李华秋老师 那针对刚才讲到的这个习近平 国两制的谈话 还有这个台湾太阳化运动 对香港的战略运动有什么样的启发 我们稍后还请教两位来宾 不过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催泪弹 激发出了更多的香港民众 已经看到现场画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聚集在这个政府总部的外面 而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 目前也在现场 马上就立刻连线香港的记者海燕 请他给我们介绍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 海燕你好 在政府总部外面的甘诺道上 在这里呢 现在至少有十多万香港市民和学生 他们走上街头 在甘诺道上跟警察发生对治 他们要求释放学生 被捕的学生 保护学生 要求警察撤退 在六点多钟 还有不到七点的时候 还有随后再过了十几分钟 警察先后三次 在甘诺道上的市民 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第一次的时候 因为他举牌 警告发射催泪弹的时间不到一分钟 所以好些人措手不及 许多人在后撤的过程中摔倒受伤 但是在第二次 警察是防爆警察 戴着防毒面具的防爆警察 是从甘诺道的东边 一直往西推 一边推进 一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这一次呢 这个市民就比较有经验 他们都相据的 很有趣的后撤到 海副中心 金中海副中心的周围的街道 但是等警察发射完催泪弹以后 烟雾散去 这个更多的市民 又重新积极到甘诺道上 现在呢 我想可能更多的市民 通过电视画面转播 已经看到这个香港市民 在创造一个历史 就是自从九七年 香港回归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 群众的示威情况 上一次警方对发射催泪弹 是对韩国的农民 他们在抗议 APAC 但是这个香港警察 对香港自己的市民 发射催泪弹 这还是第一次 好的那么海燕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 这个画面已经转 透过美国之音的转播 那么看到海峡 听众观众都可以看到 现在的画面是一个 在香港的一个现场画面 那么刚才海燕你也提到了说 警方已经有发射多枚的催泪弹 那么虽然说人群一度后退 但现在涌入了更多更多的民众 去深远学生 那么目前你有没有看到 警方的部署 是不是有可能会进行 新一波的这个清场 或是再发射更多的催泪弹的情况呢 海燕 从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还是一种僵持的状况 目前看不出来警方 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 现在你可以听到 这个广大的市民 在呼喊口号要求警方撤退 好的 另外刚才也提到这个 当然后面很多上街来示威的 这个民众是深远一开始的学生 那么当然有一些学生的领袖 已经被逮捕 包括这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 目前他被逮捕之后的情况如何 海燕有没有被我们掌握到 海燕 对黄之锋在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半 在学联召开的罢课会议上呢 跟其他的大专院校的学生 还有一些市民冲进政府总部 东侧的一个空地 学生们管这地方叫公民广场 他们在冲进去的时候呢 受到警方的强行驱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13人被捕其中也包括黄之锋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 黄之锋还没有被释放 据我最新的了解呢 现在刚刚释放 已经释放了 对已经释放 在其他大多数 这个学生都会保释出来以后呢 黄之锋一直警方 没有允许他保释 但是还有一些像 学联的周永康 还有副秘书长 曾奥辉 目前还没有被释放 所以刚才现场 你也可以听到 这个好学 这个市民高喊 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今天下午呢 也就是昨天晚上 黄之锋的父母呢 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认为警方拖延处理 黄之锋保释 是政治迫害 是一种政治案件 所以他们表示 对这个黄之锋 从事的这个 所作所为吧 他这个学生运动 这种活动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香港 海燕现在在香港 为我们在现场 所做的一个连线报道 那么刚才海燕报道 就是这个学生领袖 黄之锋 已经刚才获得了 释放 而且我们刚刚在画面中 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 是有超过十万的 这个香港市民 还有学生 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 并且对警方高呼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 会不会警方 还有下一波的 这个发射催泪弹 或者清场的行动 那么海燕 也会持续在香港的现场 政府总部外 为我们持续做最新的报道 我们随后在节目当中 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 也会随时有最新状况 为您连线 我们在香港的记者海燕 不过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 目前已经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么北京方面呢 也声称这个 做出了强硬反应 认为这个战中 是非法的手段 那么究竟北京方面的 最新反应 还有它可能采取的 后续手段是什么呢 我们就立刻沿线 美国之音驻 北京的记者东方 请东方来 让我们掌握 相关的一个最新信息 东方你好 你好 东宁你好 那么东方 您看到我们刚才 在画面上 最新的这个现场的状况 是这么多的香港民众 有超过十万的 香港民众上街 然后香港警方 已经出动了这个催泪弹了 那么北京方面 是不是有打算 进一步出众手 来进行镇压 有可能演变成 更严重的一个暴力情况吗 您的分析 我想北京现在 是密切注视 香港的一举一动 你刚才谈到了 是不是香港的警察 是不是再要发这个催泪弹 我想香港警察 发催泪弹 还是停催泪弹 用橡皮子弹 还是不用橡皮子弹 是不是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清场镇压 都要经过北京的批准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媒体是集体晋升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提到香港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字 一句话 那么今天央视晚上的新闻联播 没有提到一个字 各大门户网站没有一个字 在新浪微博上检索香港 占中行动 出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有关检索结果 未遇显示的字样 显然是有关方面 屏蔽了所有的新闻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在我的这个记者办公室里面 仍然可以看到CNN 连续几个小时的实况转播 也就是说明北京现在 还没有切断CNN的正常广播 那么CNN呢 在中国的大部分三型级宾馆 和高干的家里面都可以看到 至于美国之音的电视信号呢 已经全部被黑 信号很弱 那么到现在为止 你刚才提到了 中方唯一的反应 是官方新华社 今天下午5点09分 也就是大概四个小时以前的 一篇关于国务院港澳办 发言人的这个提法 我想提出几句 第一 中央呢 对这一次的香港市民的集会呢 定的姓是说它是违法 姓是非法集会 另外呢 他还对这个港府的 现在的镇压行动 中央政府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特别是提到的维稳 这个声明很有意思 说中央政府坚决并坚定支持 相信特区政府能够依发处置 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 你知道这个东宁 维稳呢 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词汇 东宁 好的 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导提供了北京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 感谢您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到恐告风教授 刚才我们东方也提到了说 北京还看得到CNN表示说 没有切断国际媒体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直播 在这样一个美国际高度关注的状况之下呢 虽然说有很多人传出了这个 深圳的坦克已经在待命 甚至还有可能出动所谓的声波弹 就杀伤力更强的一个武器 你觉得北京会评估有可能出动这些 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吗 我觉得北京一直在看 他现在最初的评估 我猜他是不是觉得 香港人都是比较弱弱 以上就是一看到见谁 或者是见到冲突就会回家去 所以他才会细下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 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个情况是 香港的中上阶层可能会 因为看到那个冲突就很害怕 感觉就不敢出来反抗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在街头上面 那是年轻人 他们是不怕的 他们已经做了更大规模冲突 甚至是被给抓的那个准备 所以而且我们看到一个 比较温和的民主派 比如说香港的教师的工会 教学 他已经发出号召 说星期一开始要发动那个八教 八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快的 很大规模的局势的升级 跟抗争的升级 觉得有可能会也面前一场 长期的革命吗 长期的抗战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可能 因为香港的民主派一直都没有采取 比较对抗式的方式来跟北京抗争 就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初 香港的民主派支持香港回归中国 到九七年之后 他们对北京给香港最后有补选 都一直有一个希望觉得北京最后都会有个妥协 给香港一点的空间 所以他们都是觉得可以跟北京技术谈 技术沟通 技术大家上会让步这样子 但是现在这个人大的那个决定 就是把那个杂落下来之后 感觉就连最温和的民主派也觉得一直都给被骗了 所以感觉他们现在是 处在一个碳排的一个状况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长期的 香港的那个抗争运动的一个开始 而不是结束 但感谢孔高峰教授 当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如果香港那边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随时跟香港的记者进行连线 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今天的话题 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那么同时也要先请教 我们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在今天下午呢 傍晚的时候香港的学生团体 学联跟学民四朝他们发表了这个声明 就是说有四点 那么发给这个北京跟这个特区政府 希望他们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做回应 第一个就是要为这个学生设置抗议处 第二个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 以及这个政改三人组必须下台 第三个人大常委会必须要收回先前所做的普选决定 第四个普选必须要纳入公民提名的考量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起来李华秋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学联跟学民四朝所提出这四点 就是跟北京也好 香港特区政府也好 都是非常针锋相对的 第二个他有设出这个deadline 就是说今晚上12点之前 要这个北京或者是特区政府来回应 那么似乎两方现在都在玩一个 这个怎么讲cour game 就是看谁会背后 那老师怎么看见目前一个评估的状况 我想学联这次会发出这四个声明 当然有他的目的 同时他这个deadline也弄在今天晚上12点 从当前这个情势香港现在的这么多人聚集 而且聚集这些群众里面并不是只有学生 来自于四面八方中产阶级或者是关于香港政改的这个人士 我想采取的这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行动来讲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气球越压反弹是越高的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 整个香港目前的这个形势看来的话 加上学生提出的这四个试求 要求这个12点以前要回应 不管是北京回应或者是香港政府回应 从目前的这个粗估的这个行动来看 或者是刚才东方他们在北京的这个报道整体来研判 我认为香港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 在12点之前回应的这个几率是不高 但是他们会高度密切来持续保持给学生的这个压力 或者是这些市民的这些站住行动的这个压力 同时也不排除给这个香港警方的 这个更高的这个压力 要求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尽数来清除 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情势来看 我认为香港政府如果用比较激烈的手段 来清除群众的话 恐怕能够清除得了部分的群众 但是清除不了这些行动坚决 然后意志坚定的这些学生的这个行动 恐怕是不容易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我认为港府也好 北京政府也好 必须要采取一个安抚怀柔的这个政策 也许会来得比较好一点 在比较短的时间 能够释放一点比较温和 比较理性的讯息 来让这些行动比较 热情或比较过激的这些群众也好 学生也好 看能不能让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激动的这个情势 慢慢的缓而下来 因为现在看起来群众的这个声势也越来越浩大 那么学生的这个群细很激烈 同时也看起来 香港政府的这个执法人员 也可能受到上面的压力 或者是受到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挑衅 两方的这一个对抗的这个情势 假定越来越激烈的话 我想这个伤害对香港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同时也对香港的这个民主 会露下一个比较深刻的这个痕迹 而且这痕迹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情势应该让它缓和稳定下来 而不是让它激化 这样子会造成更严厉的这个伤害 好的 谢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请教孔高峰老师 就是想请教您目前对于在 依您的了解在香港社会 对于这个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 这个政改方案 目前的一个看法 就是在官方的宣传里面 先前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报道里面 有提到说 第一个叫做这个 港府的一个宣传叫做戴助先 所以戴助先就是说 你先拿到 因为在这个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 这个普选的决定当中说 先让你一人一票 让选出来 当然是这个争议性是在于说 这个特首的提名方式 但是至少让这个50万合格公民 可以一人一票来选特首 那这个港府先前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你先拿着这样的方案 以后可以再慢慢的改进 然后他们第二个 之后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他的宣传是说 有票当然要 既然一人一票 北京同意了 那么当然就是先要拿到这个方案 以后再期望更好的方案 那您觉得这个港府这样的一个宣传 香港人是不是可以接受 目前在香港的整个看法是如何 我觉得香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相信 戴助先的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看到香港民主派一直跟北京的交往 就是相信北京最后会给香港一点的民主空间 但是它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跟着我们看到历史上面那个很多不同的力量 跟北京做交往的时候签订什么协议 签订了之后 那个发展都是越缩越窄 而不是越拖越宽的 而且现在他们人大决议的那个选举的方式 其实基本上就是中国农村的所谓草根民主 农村民主的那个杂民主的方式 就是党提名人给你出来选 感觉如果香港现在是接受了这个方案之后 大家可以预见就是之后会慢慢变得更开放的可能性是比较小 感觉之后会慢慢变得那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说服香港人的 孔老师想再请教您一下 就是先前的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 一个最大的争议点是在于说 这个香港的法界还有大律师公会认为说 这个当初的这个基本法应该是 应该是源自于这个1987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那么所以香港的整个运作都要依照这个基本法来实施 那么基本法也等于是香港的小宪法 但是从这一国两制白皮书出来以后呢 这个好像是说把香港的基本法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底下 香港人民觉得说好像是被骗了 所以您觉得这个是当时现实冲突的一个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源吗 您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是现在是 其实一级的很多人都会 97年之后都觉得被骗 但是总会有一批比较善意的去看中共的那个政策的 比较温和的民主派 一直都觉得还有空间可以沟通可以妥协 但是现在连这批人都觉得被骗了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一个香港的政治发展上面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因为看到白皮书出来的背景就是白皮书 白皮书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囊一个写手 西藏的状况一样 就是当控制不到这时候 就是从追错的协议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所以这个是他们已经在理论上 在舆论上已经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将1959年的西藏 增压西藏的那个群众运动 跟着在西维17条的协议 变成一国一制 把它搬到来香港 而且他打到香港的时候就说他现在香港是单一制底下的自治 不是联邦式的自治 这个掌法也是一直在中共对于那个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区的一个掌法 就是单一制底下的自治 所以好明显他们现在是准备将1959年跟最后的中共统计西藏的方式 三年到去香港去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马上也开放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对香港目前最新情势的一个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首先接近河北的伍先生 伍先生您好 伍先生请讲 您对香港的情绪有关系 我发生当年中国发生的是 中共被抵押学生我真的很不理解 到今天我才真正的理解了 中共为什么要抵押学生 还有一个问题 我请问在座的各位嘉宾 狗娘养大的小孩会乖吗 我们在节目中请接下来理性平和 不要使用这个比较侮辱性的字眼 继续我们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人看法 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 请说 看看苏共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香港人在中共眼里 其实就是犹太人 我的护照作废了 正在办理新的护照 好像香港不是中国似的 我还得办护照 我要到香港去还要办护照 好的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在香港的听众观众 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请您打电话进来 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也可以利用我们原本的热线电话 参与我们今天讨论 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请教这个孔高峰教授 当我们提到这个北京的态度 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他在周五的时候发表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讲话 是针对这个台湾统派团体 而且时间点刚好是中英发表联合声明的一个周年 在此季发表这样一个讲话 显示出他对这个情势的一个强硬的态度 你认为针对香港民众目前提出的四大诉求 北京让步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说 因为中共对香港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都有一个三中百一样 有时候是比较务实一点 有时候是比较强硬 临左勿右 到底中共是用比较务实的 比较现实的方法去解决香港台湾问题 还是用比较强硬的 把一个很强硬的计划的方式来对付 香港跟台湾的他们不喜欢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北京里面的经济局势 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 大家看到这一两年中南海里面的存力的斗争 比较严重 现在很多人都会担心或者是猜想 就是习近平正在收权 但是他的存力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巩固 在这个存力斗争比较严重 比较白月化的情况之下 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 他那个选择其实不是很多 他如果选择一个比较妥协的 比较务实的方法 可能就给他的政敌会有一个太松了 太软弱的那个口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可以猜想 中共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处理 香港三家族市的机会 其实没有很大 因为他这样子的话 就会给人 给他政敌会有一个口识 所以他我觉得 这个是令我觉得担心的一个地方 好的 孔靠夫上都提到台湾跟香港一样 在北京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主张之下面 一个同样一个困境 我想请在线上的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请您谈一谈 您在台湾透过这个电视现场直播的画面 看到了香港今天这么多的民众 走上街头争取民主 跟这个普选 真普选 您在台湾有没有感觉到很担心 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呢 姚先生 当年邓小平同志 他这个每个月零两百二十块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担心香港不能回归中国 邓小平同志就说 要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不能把这个什么 所谓的一国两制跟五十年不变 这两个把它切开 这个切开就不是邓小平思想了 谢谢你 好的 感谢姚先生的发言 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当然台湾的民众很多人很关心 今天香港的情况 也有很多人可能透过了电视直播画面 看到了今天香港民众 走上街头的一个画面 想请教您的是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台湾的太阳化运动 是激发了或是传承了一些经验 给这个香港目前的占中运动 或是学生们罢课的一个行动 您认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北京是不是很担心 香港的年轻人会去学习 像台湾太阳化运动当中的 一些学生领袖 酿成这样的一个风潮 而且担心台湾的公民运动 或是说所谓的台独势力 跟香港内部的一些势力 进行河流 激起更大的波澜呢 您的分析 李老师 北京当然非常担心 台湾的这个太阳化的这个运动 波及会跟这个香港的 目前的这个正在进行的 这个香港学生的这个运动 那么串联在一起 可是呢 我个人就特别觉得 很重要的一点是 中共用什么样的态度 跟什么样的心理来理解 这两个地方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 会走上街头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够理性和平的来理解 学生走上街头运动 他的诉求是在哪里 我想学生 不管是台湾也好 台湾的学生的这个学院 诉求的是反服貌 或者是对马政府 有一些的不满 香港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诉求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三个字 真普选 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得到 他们所想要的这个特首的 真正的这个普选 那么这两个角度 其实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人类追求 人权 民主 自由 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来 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态度 必须要首先去理解 为什么这个两地的年轻人 会去追求这个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如果中共能够接受年轻人 他对民主的这个渴望 对自由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向往 这样的角度来看 香港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 那么再来理解 这一次的这个公布的 这个政改的这个状况 会造成这么许多的学生的罢课 乃至于市民的这个走上街头 我觉得走上街头 对政府来讲 其实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事 而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是温和或者是理性的态度 我觉得人类最终极追求的 就是一个和平 自由 民主 因此我觉得用高压统治的政策 是最不好的 最重要是要用怀柔 温和 理性的力量 苏格兰这一次的公投 事实上中共如果有去关心 这一股温和的力量 所带来它的效果的话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来使用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察 来对学生或对市民 采取这个比较激烈的行动 所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上个礼拜的这个言论 召集台湾的统派人士那么发表这个措辞 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我觉得这个短短的八个字 事实上已经伤害到许多台湾人民 对两岸关系在稳定发展当中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又被激起来 这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 好的 感谢李华球老师的分析 我们今天海峡论台还准备了第二个话题来进行讨论 我们想再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再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 有关于香港战众运动最新发展的一个情况 进行一个总结 先接听河北甘先生您的电话 甘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请说 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的 好的 如果您就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抓紧时间接听 下一位是河南的董先生 董先生您的电话 董先生请说 你好 嘉宾好 我认为是现在主要是香港 跟这个大陆政府主要还是不庆领的关系 但是我希望香港也不要做出一些非暴力的行动 最重要还是理性的抗议 也不需要为了这个给两岸人做一个保证 如果说的话要是真的出现了非暴力 那下一步 我说那个派部队吧 但是不可 应该是不是太可能 但是抓人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嗯 好了 这位 河南的董先生还是期待这个香港的情况 能够以和平非暴力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结束 那河南的王先生您好 你对香港的情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王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今天那个他们这个学生上去啊 我觉得不是民主啊 因为他这是都是少数人没多少人 整个香港有多少人 这个民主从来讲我说是不存在的 这种就像是共产主义意思的不存在的 这个我觉得你看这个台湾 在那个美国 美国奥巴马当下 美国这个台湾满有做主 民主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只有是多党和一党 我希望那个 这个 香港这些还是这个 不要这样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南的王先生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除了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之外呢 你跟我们做个简单总结 看看这未来情势 可能朝什么样方向的发展 还有当然刚提到了美国 美国也当然非常关注现在香港的情势 也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回应 甚至那北京也有提到说 这个整个战争运动背后有美国事业介入 你怎么在华盛顿观察 香港未来发展情况的一个方向呢 我觉得这是 之后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 学生的群众的和平的抗争 遭到一个很粗暴的镇压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社会 关注全世界人 全民主状况的人都应该是关心的一个问题 而且特别是香港的民主选举 最后有没有达到真普选 是跟中英联合声明的实行有关 那个是一个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国际条约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是这无旁态 去关注香港的这个事情 好了 感谢孔教授 也请在台北的李花秋先生 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一个总结 李老师 是 我觉得香港这个问题 大陆必须要用一个很理性 很温和 很稳定的态度 情绪渐渐的来处理 而不是采取剧烈的这一个方式来处理 因为毕竟香港人 他想要民主化的这个观念 已经不是这个时候 事实上应该早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有这样的观念 只是他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这个理解的空间 乃至于到现在回归 已经这么久了十几年的时间 我想香港人有这样想民主化的这个概念 会越来越普及 必须要让中共更进一步来关心 这个议题的发展 好的 感谢李老师 那么有关于香港战众运动 最新发展的一个讨论呢 我们知道自己先告一段落 不过有关最新发展呢 还是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锁定我们的VOA卫视 不过先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还来看一下 北京透过网络跟黑客 渗透香港和台湾的情况究竟如何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佛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 他做了大法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好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九点四十四分 我们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 最近台湾可以说是有关于 共谍的传闻接连不断 究竟北京对于台湾和香港 进行渗透的情况如何呢 海峡论坛今晚的下半场 我们邀请两位来宾 继续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那么首先我想请教 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 当然我们最近看到 台湾前驻美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李贤胜 因为没有通过忠诚遗策 传出可能在美期间 交往中国的女间谍 不过他本人已经驳斥了 这个报道不实 那么目前台湾军方单位 是否朝共谍的方向侦办 还是纯粹只是媒体的捕风捉影呢 请您先问我们从这个 李少将他在职务上 可能接触到的情报范围 来评估此案 对台湾军事安全的威胁 究竟有多大 李老师 是的 针对李贤胜这个案 目前台湾国防部的 这个军事发言人 罗绍豪将军 他特别讲到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个在美国交往 共谍的 女共谍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也应该没有朝这个 共谍案的这个角度来 来做进一步的理解 或者是来调查 但是我觉得 李贤胜他是驻美的 这个军事代表团的 这个团长 任期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他这个任期期间 事实上他有接触到 许多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伯森案 或者是这个爱国者 飞弹三型的 这个采购案 或者是爱国者 二型飞弹的这个升级案 乃至于台美之间的 军事战略的 这个等等的 这个各种的 这个重要的 这个军事的这个交流 等等这些情资来讲 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因为这个黎将军 那么回到台湾来 经过几次的这个 中成语的这个测验 特别是在女人这方面 或者是在中国因素这方面 是都没有办法 经过这个测验 都没有通过 因此呢 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的发展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案子 目前来看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共联案 我想 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是最重要的 目前的媒体的这个报导 我想都是在一个传闻的阶段 那么要等到进一步的 这个判断之后才能够确定 但是有一点值得观察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还将 黎贤胜这个案子 移送司法单位 原因就是因为 证据还不够充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的这个媒体的报导 可能有一些比较捕风走影 或者是讲的比较过激的 这样的一个言论 但也不排除 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近代部防部的这个调查 再来公告会比较准确 好的 也回到华盛顿先上请教 这个恐告风教授 你这么从华盛顿看 这个两岸关系虽然和缓 但是好像台湾还是面临 层出不穷的中国间谍问题呢 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 政府跟政府之间的 那个间谍的问题是 一定会有的 不可避免的 就算是美国跟美国的盟友 最近我们看到那个 比如说德国的政府在投诉 好像美国也有 是要听他们的领导的讲话 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跟着怎么样去控制那个状况 我觉得就需要 每个国家的情绩团会去处理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中共对香港对台湾都是一直都以 这个以商为政的这个态度 所以除了那个正式的间谍的那个监控之外 另外中共也没有通过一些通过商务的交流 可能我看到香港很多商人 比如说他是在中国大陆投资化 也是建立很多经济关系 在关键的时候 他们就会 中共就会利用这个商业的关系来 影响香港立部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跟经济的意见 所以这个反而我觉得应该大家比较警觉 跟留意的一个状况 你也提到这个北京渗透香港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上半场提到这个战中 今年初的时候也有这个比较亲美 亲北京的媒体传出 这个台湾的军情局也介入了香港 占领中环的运动 传出这个台湾的第四处派出间谍 那不过台湾方面是否认这些指控 你认为这是北京方面的情报 摆了乌龙呢 还是说借由这个透过指责台湾 介入这个香港的情况来转移视线 北京出来的疾控 很多时候都是无中生有的 或者是看起来 大家经常都会觉得是很荒谬 比如说最近有爆出一个 北京方面的那个媒体说 黄之锋吸收到美军的海军陆舰队 叫他格斗书 对训练就是叫他格斗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是很荒谬的 看那个那么瘦弱的那个小孩子 最后给警察几个人 就是我觉得纯粹是一个 顺存的效用 多于真是有什么情报的诈解 而且台湾说实在的 就是台湾当局跟台湾的民战 怎么就好 不用直接的介入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人看到台湾的抗争的情况 就既然也会受到台湾的影响 就不需要什么情报的特工去培训 或者是去介入 你看这个所谓台湾的军情介入 香港的占中运动这样的消息 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一继续就我们下边很多话题 请教两位来宾 博一 请教两位来宾 关于比较高科技的一些 间谍的一个入侵的事情 像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其实就是在之前我们台北这边 就是吵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这个小米机或者是红米机 他们会自动的回传这个用户的一些资讯 到这个他们北京的伺服器上 因此这个引发了这个安全的疑虑 那么这个先前在这个张显耀案的时候 也是说这个张显耀用大陆的这种公布的 这个社交软件叫微信来 可能跟他的他的这个秘书来做沟通这样子 所以针对这种手机也好 或者是软体也好这种通讯 是不是其实也暗藏了一些 这个泄密跟间谍的 间谍情报的一些工作在里头呢 是那么在情报的范围里面 科技情报事实上是由来已久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针对这个小米机这个会回传 或者是能够提供许多的这个情报的资源 这个收集或者是来判读来讲 我认为是不意外 但是这个情形的话 也就是说牵涉到两方的在这个情报的资源 或者情报的这个相互的这个管制方面 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措施 来做一定程度的管制 但是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 过去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说那情报方面 如果互相管制好的话 那还谈什么情报 但事实上真正真正好的情报 对国家的对国与国之间来讲 其实是好的 但是呢必须要就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 不去伤害这个国家的这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情感之外 也必须要去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 或者人民的安全 但是呢我想在这个情报的这个工作里面 超过这个范围的几乎 但是呢从这次的这个小米基案来看 我觉得台湾的政府也必须要 不管是情治单位也好 或者是传播单位也好 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一个 对这个情报的这个管制的这个措施 重新来借由两岸的这个互通有无里面 做一个进一步的调整或进一步的规范 否则未来像这样子的一种手机也好 或借由电脑3C产品的这一种来去取情报也好 这对两方面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也回到华府 我们也请教孔高峰教授 就是关于这个大陆的这个网军 他们可能可以使用这个骇客攻击 那么在大陆叫黑客攻击 来这个可能对于香港或者是台湾的 这些某些机构特定机构来进行攻击 像之前我们就有注意到 在这个战中行动酝酿期间呢 这个一传媒的这个他的网站 香港苹果日报跟台湾的苹果日报 都没有办法再连上去 那么他们也说同时遭到这种 这个多点式的这种网络的攻击 那么攻击的这个起源 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 美国跟中国互指是这个 这个网络攻击 还有网络骇客的一个最大的根源 您怎么看在这种资讯时代 尤其是在这个大陆 可能对香港跟台湾 所做的一些网络的攻击的观察呢 谢谢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进行的网络攻击 甚至是去攻击一些网络 偷取一些资讯的能力 甚至是越来越高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苹果预报的网站受到攻击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美国 我去看苹果预报的报纸 有时候都上不了去 特别是一些敏感的日子 感觉在香港里边的人 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状况 特别是那个监忠运动 之前有一个公投 一个名占公投 它那个服务器也受到 很严重的攻击 差点让它的那个 公投没办法进行 所以现在很多香港的媒体 解决的方法 或者是那时候那个监忠公投的 解决的方法 就是怕它那个公投的服务器 就用那个美国的公司 但是现在香港一些网上的媒体 也是将那个服务器放在海外 或者是美国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可行的方法 来减少中国的公职的影响 或者是把服务器分散在几个地方 因为如果所有服务器 都在香港 或者是台湾的话 从中国的那个着度来上 去公职 去让它那个瘫痪太容易 所以如果有关的那个单位 跟那个媒体 可以把那个服务器放在海外 或者美国外其他地方的话 分散那个风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场画面 仍然是香港的政府总部大楼外面 有大批的香港民众聚集 进行抗议的一个情况 当然有关于这个最新状况 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我们VOA卫视 每一节小时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VOA网站 不过很快 我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来进行两位来宾的总结 山东的张先生您好 请讲 山东的张先生 请说 这个请讲 我向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抗议行动表示声援 表示支持 首先我再奉出来一句习近平先生 不要学那个六四的邓小平 江湖最人 中国要学毛泽东 习先生说 中国说出宫的时候 说听众一言是男儿嘛 中国有男儿 讲经国先生就是好男儿嘛 是东华的好男儿 希望习先生说有讲经国先生 好谢谢 好了非常感谢山东张先生来电 我们现场画面继续是这个香港政府总部外 香港民众示威抗议的画面 那么香港现在走上一个历史的分叉点 北京究竟怎么做 全世界都在看 我也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这个香港的话题 进行最后的总结 经济在华盛顿现场的恐高峰教授 我觉得香港现在发展的局势 跟全世界应该在看 因为他们 全世界现在所有人 所有政府 所有的机构都要跟北京交往 所以他们跟北京交往的时候 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态度 看看就是香港跟北京那个交往的历史 跟到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 是很有意思 因为巴西人代 当小平说要收回香港的时候 要为了争取香港人的支持 他提出很多好听的说话 一国两制是其中一个 当时他们是强调两制 而且当小平也说到 我们要求香港人爱国 那个是他有一个 当小平自己口中说的 妈妈糊糊的爱国主义 就是你只要支持回归 不论你是之前是支持港英的 不论你是国民党的 不论你是什么其他的 有外国国籍的 只要你支持回归 你就是爱国的 但你看到今天 香港的问题的核心就是 他一直收窄这个定义 他现在到今天 已经不断说爱国 就等于是爱党 就把两个东西等同起来 你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你都是不爱国的 而且一国两制 他已经不再强调两制 而且并且强调异国 所以他一个 不断的移动的标准底下 我看到就是 一个很好案例 就是北京跟一个 他想断聘的 或者是他想吸引回来的 一个地方 可以说很多 签订很多的协议 但是最后他是不是遵守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 世界各国的人民跟政府 都需要密切的关注 跟留意的一个事情 好的 感谢孔高峰教授 在画面上看到的也持续是 香港民众在政府总部外面 以口号跟歌声 持续的彼此打气 但是人潮一直没有散去 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 请教最后李华球老师 你怎么从台湾看 北京对香港跟台湾 不断的有新的政策 不断的喊话 但是实际上 不断的渗透 跟强硬的手段 并没有稍微放松 你怎么看 希望香港的形势 接下来怎么发展 很简短的 李老师 是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 和平统一不如和平发展 一国两制不如一中各表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想大陆就可以深切来理解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走方街头 他的原因是因为高压统治 造成人民的不安定 不安心 所以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要来抗争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香港情势 也感谢今天 透过中网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美国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 孔告峰教授 来到我们现场 还有在台北的台湾 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李华球老师 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 因为我们想要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带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继续关注香港情势的一个最新发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 在画面上你们继续看到的是 香港民众在政府总部外面的 一个示威最近像话 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的情况 以及习近平针对一国两制的谈话 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造成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请您持续锁定我们VO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网新闻网的叶博依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白会了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